金門縣立委陳玉珍 陳玉珍表示 其實他已經去探望了家屬 那麼跟海巡人員 那麼受訪就說 他其實呢 是願意來到大陸跟他們溝通 還有立委陳雪生也致電說 願意當兩岸中間的調解人 但是陸委會不太願意 那麼經過這件事情 大家也認為說應該要溝通 現在委員也認為說 可以來談一談 整理事件現在承認 國防部副部長的 國民黨立委陳永康說 大陸利用灰色地帶的戰略 要來打造個新常態 那大陸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王滬林也說呢 堅決打擊台獨分裂 堅定制止台灣內部 愛國統一的力量 所以接下來這個關係 什麼叫灰色地帶 就是還沒有到軍事武裝衝突 對不對 這個兵對兵 將對將 那種還沒到那種層級的 就叫灰色地帶 那具體來講有哪些 就是海警船的一個 互相的一個 海域的一些爭執 另外或者是說 在這個通訊方面 對你實施的干擾 這些屬於灰色地帶 就是還沒有正式的 軍事武裝衝突 那這次陳永康講得非常對 他這件事情 這個一開始 我必須要講就是 這個管壁林 一開始處理就非常的錯誤 他想要用謊話 想要來欺騙 想要來隱瞞 然後把事情真相掩蓋下來 但是你只要說有一個破口 你這個後續來講 你再講再多的謊話 你都遮掩不了 我舉例來講 譬如他一開始說 這個做筆錄的時候 人家相應太重 我們聽不懂 後來我們證明 他相應我們聽得懂 對 他回去受訪的時候講了 大家就聽得清楚 之前你說人家是蛇行 然後蛇行來講的話 自己翻船 那現在證明來講的話 這個是有碰撞的痕跡 那你現在就百口莫辯了 是你自己先理虧 你先說謊 你先造謠 那中間 其實我覺得中間 還有很多個疑點 這個我特別要說 海巡署沒有說明清楚的 譬如說以我們的經驗來講 我知道像這種快艇 大概三分鐘 就已經脫離這個區域了 就是雙方來講 我們默契中的中線 它就可以脫離了三分鐘 因為它時速 可以到80公里以上 那整個海岸線 也不過是1500公尺 它大概兩三分鐘 它又走開了 而且你一開始你就講說 我們的海巡艇 有對它閃燈光 有打這個燈光 有打這個信號 請它離開 這個要驅離它離開 那現在為什麼 它在這邊會跟你僵持了30分鐘 這中間這30分鐘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你一開始就沒講清楚 現在你這個30分鐘 又給很多人找到做文章的機會 那你是不是自己越搞越糟 那你管閉你還在發一些這種 什麼百合花這些 這個對事情毫無注意的文章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覺得事情會更鬧更大 現在已經不是單純賠償問題 就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你今天給他錢他也不敢拿了 因為雙方已經現在已經是 這個大陸所有的老百姓 他不了解真相 他不明白真相 然後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你講再多的禮物 他們不會接受了 可能雙方敵意已經成為一個螺旋上升 我想說連美國白宮都覺得事態嚴重了 反而我現在看到 我們不管是蔡英文總統 或者是賴清德準總統 到現在為止都沒有針對這件事情 有任何一個表態一個作業 只丟管碧琳一個人在講 那也很扯的一件事情 管碧琳他是主委 對不對 海洋委員會的主委 他下面真的出事的是海巡署長 海巡署長也沒有出來講話 然後大家都甩鍋給那些基層的 海巡署執行的隊員 那更扯的是說 你也沒給他們弄到今天才知道說 他們沒有密錄器 也沒有所有監視器 我想各位 你現在能夠接受這些說法嗎 我想不要說大陸叫他們要接受 連我們自己都沒辦法接受 這些說指這些說法 到底有沒有密錄器 現在大家都打上一個問號 從一開始的表示說呢 是他們蛇行到後面又有接觸 到現在又有這個消失的30 40分鐘 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期的這個大陸快庭 那麼翻覆兩個溺斃 但是沒有錄影的畫面 所以大家現在呢 也就希望到底真相 什麼時候可以讓大家來看清楚 甚至在家屬的部分要求 要來看看這個翻覆的漁船 那麼現在有吹哨者公布一個報告 就大家發現怎麼裡頭還有消失的 這個30到40分鐘 爭議更多繼續燒 這是許曉星委員來公布了 這個深喉嚨爆料 根據海巡內部吹哨者提供 1點05分發生漁船 1點45分發生了碰撞 那麼這當中有30到40分鐘 去哪裡 那麼海巡署提供的資料當中 在這個1點45到2點15 這個內容是空白的 現在呢 海巡署坦承錯誤 在2月14 2月15發布的新聞稿 說翻船時間是1點45 現在把這個時間更正1點10分 但是為什麼時間會錯呢 現在說是因為事發突然 忙著救人時間記錯了 這個說法 韓明哥 我們一開始還指責對方的 這個愚民說 你身上又沒有手錶又沒有手機 你的時間怎麼會記得這麼精確 是不是誰幫你安排好 故意做這些時間 結果事後證明那個愚民講的時間全對 錯了錯了 這才搞笑 因為後來海巡署自己開記者會 宣布的時間過程跟那個愚民一模一樣 所以那到底在幹嘛 反而是他們先前宣布了 這個13點45分這個東西 後來他們把它修正為13點10分 那問題來了 到底哪一個對 現在海巡署告訴你說 13點10分這個才對 13點45分那個是當初忙亂記錯 你不要唬爛 當初記時間的人不是你好不好 是指揮中心好不好 指揮中心有什麼忙亂 他出來那邊聽你回報而已 他在那邊記這些東西 他為什麼會錯 又不是你記 而且無線電 對啊 你說現場忙什麼 那是你現場的事情 他在指揮中心的時候他忙什麼 所以你不要胡說八道 這根本就是鬼扯的東西 我跟你講他們為什麼現在要告訴你說是記錯 因為如果是13點45分他就喬不回來了 因為他12點52分接到通知去發現那條船 他13點05分就接觸了 就已經發聲光簡訊通知他了 那為什麼到13點45分才通知指揮中心 中間這個時間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他只好修正回來變13點10分 因為這樣合理嘛 剛剛麗將軍已經講過那些都是高速快艇 幾分鐘就遇到了 基本上他因為當時你看 他們自己畫的航空圖也顯示 這個禁止線在這個地方 他們的船是這樣過來 我們船這樣過來 然後這個船他們的船聽到我們的警告之後 其實是掉頭要往那個禁止線外走 其實正常的情況是怎麼樣你知道 你停船他就出去 他就離開了 對 根本不會發生任何衝突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律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